马胜第二期的验试工程 从2014年4月份开始这个策划和筹备 经过三年多的时间 来到2017年10月份 我们得到完整的批准之后 这个建筑工程就开始展开 这个建筑工程经过一年半的时间 在2019年6月份 整座的大楼就已经完成了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这一座的大楼 已经完成的大楼 现在所剩下的部分 就是一些外围的基本设施的部分 就让我们一起来去参观 这个第二期的验试工程 内部的装饰 这个建筑物在2019年7月14号 我们就举行了这个的奉献的典礼 这是第二期马胜验试工程的这个的底层 底层就是这个的图书馆 这里进口处再加上这个的柜台 正在进行装修的柜台 以后这里就成为图书馆的内部 会有很多的书本 也有学生温习功课做作业的这个地方 第二期工程底层就是刚才我们所参观的图书馆 然后以上的这个的五层就是家眷的宿舍 或者是家眷的工艺 有包括三房式的公寓 有二房式的公寓和一房式的公寓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大楼的最顶 这个的屋顶 可以看见整座的大楼都已经建设完毕了 但是对于外围的这个的基本设施 我们依然面对当局的一些的延迟的这个程序 因此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没有得到整座大楼的这个的路火值 请弟兄姐妹中教会继续为马圣第二期工程的路火准证来到祷告 马圣也在积极的来提升各样的设备 比如说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将新建两个小型的足球场和一个室外的篮球场 除了这个第二期工程的这一座的建筑物之外 其他的现有的设备我们也在积极的来提升 那比如说这个的学生宿舍 我们已经重新粉刷整座的这个的建筑物 另外我们也已经把这个西翼的礼堂来提升 把它装修的更适合众教会来办明会的时候 能够更好地来使用它 在这个地方我们将会建设七种的团队比赛竞赛的那个游戏场地 那届时宗教会如果来这里办营会呢 将会有更好的设备来让众教会来使用 欢迎众教会和弟兄姐妹继续来租借这个的马胜的休闲中心这些的地方 让众教会和弟兄姐妹以行动来支持马胜 原有设备的提升也包括了马胜休闲与训练中心的这个办公室 让我们来一起参观这个办公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方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